弟兄姐妹,大家早!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 诗篇最短的一篇 就是117篇 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万民啊,你们都当送赞他 因为他向我们大势赐爱 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弟兄姐妹,大家早! 诗篇117篇 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就是 万民当赞美神 首先作者一开头 他就呼吁 他也呼唤全地的外邦人 一起来赞美神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 为什么要外邦人来送赞神呢? 首先,我们看到他这里说 因为他向我们大势赐爱 所以我们赞美神的主要因 第一就是因神大势赐爱 首先,神不但向犹太人大势赐爱 他也向我们这些外邦人大势赐爱 神向外邦人赐了什么赐爱呢? 我们看到 使外邦人有份就是得赐爱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知道在以赐所书 第二章十九节和二十二节 那里有保罗也讲得很清楚 保罗说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礼 是与生徒同国了 是神家里的人的 你们也靠他 同被建造成为神 建造圣灵居住的所在 弟兄姐妹 就是这个有份 就是这个 既然已经说了有份 可见本来就是没有份的 就表示说 我们这些外邦人 在许多世上本来是没有份的 但是呢 神还是见了我们 所以以赐所书二章十二节说 那时你们以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没有神 那这就是没有份 这是以基督无关的 我们本来都跟基督无关 那以许多的应许也无份的 更可怕的是 我们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 活在世上是没有目的的 活在世上是不知为了什么 最可怕的是 活在世上没有神 以真神无份 弟兄姐妹 那是人生当中 是人类当中最大的悲哀 然而 然而神只偏爱犹太人吗 弟兄姐妹 当然不是的 他也爱非犹太人 他也向这些人 世之爱 使本来无份的人 变成有份了 外伴人应作耶稣基督 可以成为神家里面 神国里面的人 可以享受 犹太人同等的权利 更宝贵的是 外伴人既然可以成为 神的记所 神的灵也住在其间 这是无可 无可比拟的 也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神的大慈爱 弟兄姐妹 如果你能够 领摆这个道理 那今天呢 你就能够一起的 记起心中 一切的感恩跟赞美 来颂赞这位神 第二呢 那为什么 我们万八人 可以起来赞美神呢 第二就是呢 因神的信实 这里已经有说了 这些经文 我们看到 他说 耶和华的诚实 存到永远 那外伴人也可以赞美神 因为呢 上帝向全人类 显明他的诚实 是永远守续的 神不只是向外伴人应许 只向他们守夜 他什么时候 向外伴人立业 并且守夜呢 我们意义来看 就是呢 从挪亚立业为开始 那在创世纪 九章十七节 神对挪亚说 这就是我 以地上一切 有血肉之物立业的记号 这里强调在说 他是以地上 一切有血肉的 之物立业 那我们看到 洪水推了之后 神用彩虹 以挪亚立业 声明的 这是以地上 一切有血肉 之物立业的业 那神不会再用洪水 毁灭地上的火物 当然主要 所指的就是人类 这是神第一次 以全人类立业的 他不再有第二次 用洪水 来毁灭 全人类的灾 因着这一夜呢 世界上呢 果然再没有像洪水 那么大的水灾了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方面呢 神是四夜 一位 首夜四次爱的神 第二呢 就是在传世纪十二章 一节到三节那边 还有二十二章十八节 神呢 借助亚伯拉罕 以我们立业的 在二十二章十八节 传世纪说 并且地上万物都 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 从乐我的话 那神允许 要应作亚伯拉罕的顺服 不但赐福给他 本身的后裔 并且也借助他的后裔呢 是什么呢 是万国得福 弟兄姐妹 这是主权两千多年前所立的业 神定义呢 已经定义了 要赐福给全人类 就是万国全人类 就是神的信 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信使 第三呢 神的信使是借助 耶稣基督的救恩 那么我们看 诺教福音第二章 十七到十一节 那边有记载 当耶稣基督 降生在世上的时候呢 天使就向当时的牧羊们宣告说 他说呢 不要去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官夫万民的 我再重复一次 是官夫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城里 为你们生的救主 就是主基督 所以弟兄姐妹 神像诺亚 像亚伯拉罕的应许 全都应验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那 成事的神 祂持守了祂的信使 借助耶稣基督的牺牲 救恩领到全人类 所以 今天 只要人 愿意 只要人 愿意敞开 去领摆 这位真神 回到这位真神 面前 就可以借助 信靠耶稣基督 而成为神的儿女 这就是神的信使 弟兄姐妹 一直以来 外半人都是 在神的恋爱当中 神的信使 直到今天 一直没有改变 因此 万国的人 实在要应当 要大大的起来 赞美神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也因神的 慈爱和诚实 来赞美他 所以今天早晨 成这个诗篇 是最短的一篇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好不好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 你就来思想 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 神在你的生命 过去 的生眼当中 祂怎么样的 向你彰显 祂的慈爱 祂怎么样 向你彰显 祂的信使 好不好 这时候 我们真的感恩的心 来到荣耀 来到赞美祂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今天早晨 我们心中满性的感谢 透过这个诗篇 原来 主啊 我们本来是跟你的救恩无分的 我们本来是应该活在 没有指望人当中的 但是因为你的大爱 那是因为你的信使 你牺牲了你自己 来到这些上 你甚至跟 亚波拉罕利耶 要他成为万国的祝福 也包括我们在里面 主啊 原来 当我们还还做罪人的时候 主啊 你已经为我们 预备了这条救恩的道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主啊 你真的爱我们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应做你的爱 主啊 我们就看到 主啊 我们的不配 我们看到 我们与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比另外一个人更强 每一个人都是彼此需要的 主啊 让我们今天早晨 不但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愿意围绕我们身边 的每位弟兄姐妹 来感恩 主啊 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很难 跟弟兄姐妹 一起同心 乃是因为我们常常想到 我们自己的时候 主 我们就很难 但是主 你的话 也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 先进活着的不再是我 我们是一位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活着的不再是我 你又在罗马书 十二章第一节提醒我们 我们当将我们的身体 线上成为活集 主啊 这表示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还是靠着你 所以我们很清楚当我们靠着你的时候 主啊 你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跟其他人完全的同心 其他跟我们不一样背景的弟兄姐妹 一起同心建立你的国度 所以当我们的焦点放在上帝的时候 放在主你的身上的时候 主啊 我们就能够同心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目标 相信同一个主 受同一个喜 蒙同一个救恩 所以主 让我们领办 所以主 今天早晨 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你 围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来感谢你 围着我们能够 在这个教会成长来感谢你 围着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家庭来感谢你 围着我们身边的儿女感谢你 围着我们能够有这么的一个家庭 还有主 安排的父母来感谢你 来感谢你 围着今天我们所拥有一切来感谢你 来赞美你 都不是上帝的恩待 上帝的祝福 今天我们就 没有办法来到这样的地步 主啊 谢谢你 今天也是一整周的一个开始 我们带着一个赞美感谢的心情 来到你面前 主啊 让我们 向你感恩 我们如此的祷告 十分靠主耶稣基督 得神的名祈求 阿们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愿上帝祝福你们 М 4 5 5 4 5 6 4